在高雄的這位民眾實在是心急如焚 這家裡的土狗名叫做黑黑 已經走失超過三個禮拜了 民眾只好找人拿著看板 到處發傳單 說只要有人拍到這黑黑的照片 就能拿到五千塊錢 高雄車水馬龍十字路口 志工舉起看板 斜巡這一隻走失的土狗黑黑 寄出重賞 只要拍到黑黑的身影 就發五千塊錢 拍到黑黑的照片就是五千塊 會增加吸引力啊 因為有獎金 我 我也很注意 重賞必有勇夫成立賴社群 裡頭近千人 各地隨時回報 有沒有見到黑黑的身影 甚至還有熱心騎單車民眾 背後貼上傳單 主動加入行列 運動的時候 然後順便這樣子 早上去宣傳這樣子 黑黑九月十七號走失 動保團體開始展開尋狗任務 沿街發傳單 雇用宣傳車走遍大街小巷 不過這麼大動作 投入人力金錢 不免讓人後期 黑黑到底有什麼特殊背景 全身黑毛 溫馴乖巧 是隻在平常不顧的土狗米克斯 日前被動保團體 從台南安南區的餘溫旁救了出來 之後帶到高雄據點 再一次外出散步時走丟 讓動保團體心急如焚 那何況他原本生活的環境是餘溫 讓他在高雄地區走丟 我們真的是覺得非常的擔心 那一部分是因為他在治療心事從期間 那這樣子流浪確實更容易去造成意外 黑黑有幾項特徵 像是他有戴著項圈 以及有剃毛跟剪耳 不過他的外觀呢 就跟一般的土狗沒有太大的差別 所以也增加了尋狗的困難性 雖然跟黑黑一樣的流浪狗 全台各地四處皆有 但動保團體將他從偏僻餘溫 帶到了車來車往都會鬧區 擔心他的安危必須負責到底 動員上欽人力祭出優渥賞金 就希望趕快把黑黑帶回家